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投足缸动物呢? 如果你的动物领域没有多接触的话 投足缸就是投足类 就是头跟脚长在一起的海洋生物 那我想如果网友喜欢吃海鲜的话 讲到什么乌贼、花枝、鱿鱼、墨鱼等等 这一类就是投足类的动物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投足类的动物 投足类的动物 为什么我们挑这个开始 其实投足类动物 一方面当然我想刚才讲说 网友们如果爱吃海鲜可能都吃过 二方面它是跟我们人类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动物 那当然有的喜欢足球的朋友会想到 那以前章鱼哥会预测四足赛的哪一队胜出 没错那就是投足类的章鱼 对 所以这个投足类有很多种动物 我刚刚念了好多类 譬如说乌贼、章鱼、花枝、鱿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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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投足类对不对 但是大家讲到章鱼或是套鱼 就讲到章鱼有八只脚 其他的像是这个鱿鱼或是套鱼 就好像不是八只脚 对 体型完全不一样 没错 甚至鹰鲁鱼甚至还有壳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叫做投足类 你要不要跟我们朋友介绍一下 投足类到底包括哪一些动物 为什么这种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东西 也都归成投足类呢 好 其实投足类呢 我们把它说它叫做 软体动物们当中的投足缸 所谓软体动物们当然就是身体软软的 包含我们常常吃到的螺类、贝类 身体都软软的 但它们都有咳饱度 投足类呢除了刚才院长讲的这个 鹦鹉螺之外呢 其他现身的投足类呢 全部都是没有咳的 但是呢 为什么鹦鹉螺跟章鱼、鱿鱼是属于 所谓的投足类呢 这是因为在古老的时候 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生物 开始演化的过程当中呢 最早的投足类呢 它是有壳的 像是我们在这个化石当中 会找到一种叫菊石 菊花的菊石呢 它就是一种有壳的投足类 那现在的鹦鹉螺呢 现在已经绝种了 绝种了对 只有在化石当中可以看得到 那鹦鹉螺呢 我们称为活化石 就是表示它是现在还在海洋里面的 真真实实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海洋当中的现身的投足类 它是有壳的 但是除了鹦鹉螺之外呢 其他的所有的包含 刚才所讲到的章鱼、鱿鱼、乌贼 它们全部都是没有壳的投足类 了解了解 那刚才我念了好多什么 乌贼、章鱼、花枝、鱿鱼 到底它们是不同的种类 还是其实是不同的名称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其实是不同种类啦 那我先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章鱼的英文叫Octopus Octopus就是有八只脚的 所以章鱼是八只脚 但是其他的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乌贼、鱿鱼 它们都是十只脚 所以第一个它们脚不一样 对头长在脚上或脚长在头上 成为投足类 但是它有十只脚 其中的八只脚是一样长 然后有另外两只脚 就是那一对的叫做触碗 是攻击碗特别的长 就是我们在吃鱿鱼的时候 会看到两根长长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是它的攻击碗 就是用来补食用的 对 虽然你刚刚说它们是非常柔软的 没有壳的 可是我们在吃这些鱿鱼跟套鱼的时候 其实里面都有一根白白半透明的一个 那个是它的骨 它不是脊椎啦 对不是 它是骨头还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身体内化的一种鸡丁值 在我们吃的鱿鱼像小卷锁管 中间会有一个类似透明吸管的那个结构 我们称为极丁值鞘或是骨鞘 那那个结构呢 是内化的一个类似骨骼的主持 不过呢 它是唯一当中呢 算是比较特化的一个结构 但是只有鱿鱼或者是锁管 有这一种所谓的骨鞘的结构 但是像章鱼就没有 章鱼全身呢 它只有一个地方 就它嘴巴的地方 有一个要磨碎食物的那个结构 是比较硬的 其他的地方都是软的 所以章鱼可以百变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乌贼 乌贼俗称花枝 那这个花枝呢 它里面呢 是有一个白色的骨板 比较大的一个结构 所以不同的动物呢 虽然它外表没有咳 除了鸚鱼外表有咳之外呢 其他的动物呢 它内部呢 都有某种程度的 类似咳的一种内化的结构 了解 的 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